南投县民众服务社结合十三乡镇分社 共同办理竹山行善会赞助物资捐赠仪式 由理事长王瑞琛、议员、曾正妍、尤浩、张嘉哲出席响应 并颁发感谢状给竹山行善会 由创会长庄正发也是捐赠者代表接受 一卡车满满的爱来到现场 这是由竹山行善会为了关怀弱势所募集而来 总共655包 转送到各乡镇民众服务社 再轻送到弱势边缘户 该会创会长庄正发也是捐赠者有感而发地说 国内疫情延续 弱势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希望以实际行动来关怀他们 因为疫情的关系 许多人都失业没有工作 也缴不出房子 所以很多人在受苦 我们捐助白米655包 来关怀我们十三乡镇的弱势 还有低收入户 当天包括议员曾正言 游昊张嘉哲 新住民关怀协会创会长石雪燕等人出席之意 感谢竹山行善会 多年来关怀弱势的一举 希望我们国家的企业家也能让我们平常的顺候 苦民所苦 莫忘数上苦人多 要做抛砖领域 协助在疫情期间 我们许多弱势的民众 还甚至边缘户 还有关于他们在这段期间生活受影响的基本的民生物资 疫情期间三级的境界之后 造成各行各业非常重大的影响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物资的发放 让这些生活受影响的边缘户 可以得到生活暂时的舒缓 民众服务社终止及行善救助 多年来持续关怀弱势团体 尤其是社会边缘户 中央创会长希望 透过物资捐赠 以实际行动来帮助并了解他们的生活困境 同时希望疫情期间 大家要照顾好自己身体 才有健康的生活 记者曾光耀南投市采访报道